台股進入到一個外資即將放長假 以及內資撐起半邊天的季節 現在資本額比較小的個股 在這個營收、在提財、在籌碼面 三大利多的驅動之下 現在股價表現都還算蠻亮眼的 中小型股的作夢行情正在起飛嗎 中小型股 其實今天這個宇山也是問到一個好問題 其實今天當然應該說昨天晚上 昨天清晨最重要的新聞就是 聯準會居然轉割了對不對 這個地方勢必會帶動全球資金的一個挪移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看法大概會是 有利於新市場的股市 然後再來 從近期當然說 我們常講就是說你買公債都有5%了 那你誰會買股票 這就是問題 會買股票的一定是遠高於5% 因為股票在這種狀況 勢必震盪也會更加的劇烈 所以其實我們從投資區的角度 第一個無風險利率 第二個再來就是波動 就是所謂的標準差的概念 那在這種兩種的情境底下的話 那勢必有些個股 個股的表現就會更加的瘋狂 這是大概是明年 應該現在是12月第四季 甚至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也許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整個的投資風格的一個變化 然後今天貴買的家權指數 的確就是一個帶量走高 然後也是突破了本波的高點 這個地方就是屬於強勢突破的格局 倒是沒有問題 你說包含台幣 今天也是等於是強生嘛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就印證 我們所謂的外資 應該會有所動作的一個表現 但是今天值得注意的 反而是貴買指數 其實早盤非常強 早盤也是持續創高之後 反而留一個長上隱線 在這種格局底下 比較大的問題 應該不能說大的問題 應該說我們值得稍微要留意一下的地方 就是說那個看起來 其實法人或者是主力 也是在有所換股的動作 那這個當然重點是什麼 重點還是偏多 這是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但是反而在這一波長上來之後 其實我會覺得就我們觀察的角度 林准惠他新出來的利益決策 看起來他的利益點證圖 確實是真的就是有很明顯的轉割的跡象 所以大家也在預估是不是第一季開始 就會默默的開始在做降息的動作 這可能就會調適 就會做一個市場預期的整個調整 因為今年如果以利益點證圖的角度來看的話 2024年可能有三碼的一個降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搞不好 一分的第一季真的走平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進入降息的循環 那當然另外的好消息是說 在那個聯準會的報告 就是說明 會後說明來看的話 看起來美國經濟軟著陸的機率也是偏高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一個好的事情 因為畢竟因為降息循環很多人都會可能會想說 市場上可能會判斷說 是不是怕經濟會衰退 但是如果聯準會對於經濟的狀況是看好 而是對於那個通膨的控制 因為其實坦白說我們講那個飛利浦曲線 其實就是所謂的那個通膨跟那個失業率之間的關係 那現在看起來如果經濟是好的 那通膨這一塊又能有所控制的話 那勢必對於整個全球的經濟狀況 是有一定的支撐的效果 就是所謂的軟著陸這種的一個狀況 所以客觀來講 這個時間點 今天當然是在風頭上 就是聯準會的那個第一天 會議的第一天 公佈完結果的第一天 所以勢必資金還是會做一些的挪移的輪動 所以接下來幾天的重點 就是觀察說資金到底流到哪裡去 所以這也是近期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 最近大概就是要持續的關注 所謂的籌碼的走向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 昨天看起來有點亂 那今天可能又開始會 又進到一些那個怎麼講 就是說在判斷上面 我覺得大概會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流向 那今天從盤面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像那個豐測的族群 還是非常維持強勢的格局 今天的月光投扣 又持續的在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那這幾天非常狂妄的那個6239的歷程 我今天也是一馬當先 目前也大漲6.67% 然後其中包含金元電 金元電今天也是帶量跳空的一個突破 然後其中相對比較小型的像3265的財星科 財星科今天也是跳空 稍微回測一下之後 馬上又再拉 盤中最高也是來到漲停的位置 也是突破了新高 所以看起來這個就是我們延續過去對產業的看法 就是說那個 我們過去是認為 就是說在那個怎麼講 劉林董事長的那個那個說話的那個那個 那句話叫怎麼忘記 說半導體業基本上是走出隧道 所以這一塊我會認為對於封測的 這一部分大概會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這個大概就是技術上的演進 然後但是客觀來講 其實像那個最近大家常在談論的時候 Coors 其實Coors並不是現在才發明的 大概10年前 可能蔣爸的時代 就已經有了 那個看當時的報道還說蔣爸那時候就跟誰高通去講過 但是那個時間點 坦白說成本還並沒有降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會覺得封測是不是可以注意 我覺得封測這一塊 對於未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大概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那要注意的點是什麼 其實就是在這過程中間 哪一些的公司 因為現在 哪一些的公司會有所受惠 因為以過往的角度 所謂的先進的封裝 大概都是台積電自己做 那第一個會外移出來的 勢必是日月光投控 這是一點 但是其他的你說 包含像記憶體的封測 包含像其他的 講Coors等等的 相關的先進的封裝 這部分我會覺得 陸陸續續大概都會有所謂的外移效果 因為台積電這一塊我相信一定會慢慢的開始做釋出 然後另外 值得關注的也是像2356的英業達 他的新聞是說英業達開始切入IP的這一塊 包含AIPC的部分 然後就今天又是第二根一字漲停 直接鎖死 直接送你兩根 那這種狀況其實 客觀來講 英業達的策略來看 市場是買單 以價格的角度來看的話 但是你說相對應的 他講到所謂的IP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是回到所謂IP族群 但是你說創意跟世心 反而今天的表現是相對的疲弱 但是客觀來講 我會覺得就IP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講特殊用途晶片的部分 這一部分我認為在那個AI持續 持續到大量發展的一個過程中 我認為這一塊大概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你回頭看什麼時候指紋 甚至有機會還可以做切入 那今天另外包含像6515的影威 或者是623的旺系 看起來今天也是有一些表現 那他們是在做測試的部分 其實在新興製程的這部分 測試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影威這一段時間 從站回到季線之後 那時候600多塊 默默漲到現在其實也850幾塊了 所以客觀來講 這些大概都會是 一些那個接下來新興製程 AI等等 持續會有題材的一些個股 那這部分來提醒大家 我們大概都還是可以持續關注 在這一些的族群上面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現在大家大概說 這個英業達華麗轉生 AI股是不是也要萬見齊發了 而且現在到底是要排隊買英業達 還是要排隊買系統 因為這兩個其實找盤 是一度有同分同分 系統也是一度漲停 那現在聯電也是說 要從IC設定轉型成IP 也是要吸系統跟製源來充施 細製裁 展哥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這戰略確實也是正確的 因為系統過去就在講說 過去前面那一段長那麼兇 就是說要轉型 洪家聰親自 請英來當董事長 對不對 那在這種狀況 你說聯電 之前我們也聊過 我們說那個製源 跟那個最大的IP公司安謀 大概都有那個持續的合作 所以在這個部分 聯電集團是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確實是有 而且聯電當然大家比較清楚的 聯電比較多的是 所謂的深收製程 那也是他們的整個戰略的策略 那你說聯發哥本身也是 當初也是從聯電分家出來的 所以你說整個集團 對於整個IC設計 或者是說所謂的IP 其實IP也就是IC設計 大概是其中一塊 這IP只是比較偏重在制裁權的部分 那其實這整個產業 整個的營運的模式 基本上在行業內 其實可以說是非常的 說行之有年嗎 應該可以這麼講 所以在這個部分你說 他們切入 各自利用自己IP開發的能力 然後持續去站穩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塊 非常合理的一個做法 那其中包含像資源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第四季的報道 大概是說 其實資源手上 有的ESIC訂單 或NRE 就是委託設計開發的訂單 其實去年的數字應該是200多個案子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 其實資源在這一塊 其實已經有一個長遠的佈局 而且大家要記得 就是所謂的委託設計 委託設計完你就委託生產 所以這一部分大概會有一個延續性的 而且我特別是幫你設計的 那簡單講一個訂單一個案子 可能接下去走下去大概就是 三到五年 那時候大概預估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客觀來說 我覺得這部分大概是有一定的累積的效果 那從中間IP的研發等等的 其實也會有一定的那個累積 所以在這個轉型的這個當頭啊 我覺得確實是可以持續關注的 那另外包含像那個利基電 那黃松山總事長也出來說 那在日本擴廠可能目標是車用的那個IC 可能要占到那個三層嘛 所以這部分啊 我覺得這個可以說是那個怎麼講 這叫做各擁其謀 然後或者說各有各的策略的發展 大概是這樣的格局 所以其實台灣本來就是半導體大國 那在接下來的新的世界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其實不管是先進製程或承受製程 大概都要持續關注這些各家 各大廠他們整個的策略戰略的目標 那從這戰略目標中間 我們在找尋所謂的投資的機會 我覺得這部分大概 從那個金元代工到封測 甚至到上游的矽金元 然後到ID設計 這些我覺得大概對於台股接下來 或者是說明年的行情 應該大概都會有持續可以投資的地方 但是這中間當然呢 近期有些個股確實是漲的多了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創意啊四星等等的 那他們在漲多的過程遇到換股的時候 可能又會殺的比較兇 所以意思就是說近期的波動會相對的變大 所以操作上面我們就要注意 什麼時間點是可以拉回去做買進的 然後什麼樣的個股 反而是高檔要做調節的 我覺得這會是近期在市場 整個資金湧入之前 大概會有更多的一些換股操作的空間 這部分我會覺得還是要提醒大家 要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避免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你造成一些其實心理上的負擔 因為你說你說買到相對高了 又震一震下來想說要不要停損 然後通常產戶也不會停損 然後就想一想 那種震盪上來結套趕快賣掉 結果一賣掉就噴出了 當然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操作上面建議大家 還是要相對的小心注意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意見 給大家做個參考 除了展哥剛剛提到的 IC社經封測之外 明年這個資金行情 有沒有機會落到被動元件身上 因為我們看到國劇 今天也是越走越高 他會不會也是投信 現在積極作賬的指標呢 因為現在外資也要來參與咖 現在有花旗就是喊 他的目標價到815塊錢 這個展哥怎麼看呢 國劇 其實國劇大概本來 他在全球應該也是排名 要加成指數的一個最新 不好意思 剛剛我忘了開經營 回來了 那就直接 直接結束 沒關係 可以繼續講 沒問題 可以 可以繼續講 那我跳回去 嗯 繼續再來請教展哥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在IC設計 還有在這個 其他像是封測族群 在明年都有機會 做一個資金回補的行情 那明年被動元件也有機會嗎 因為我們看到國劇 今天可以說是越走越高 包括外資也來參與咖 現在目標價喊到815塊錢 現在更是投信 積極作賬的一個指標 老師怎麼看 其實在國劇 應該說全球的被動元件 大概是四大廠 其實國劇本來就是佔有一席之地 這倒是沒有問題 當然你說相對技術領先的 過去大家一般看還是在日本 應該太陽右電 東京製作所 大概是他們 技術上是相對領先 但是國劇近幾年 你看包含並購德國公司等等 其實我覺得國劇在技術上面 應該是有一定的成長 這個我覺得倒是沒有問題 所以你說以國劇的角度 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坦白說 基本上外資是真的就是一路買 連買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多月了 就是一路買 就是這樣 所以說近期持續創高 特別是在整個消費金電子 或者是電子業持續復甦的前提之下 我會覺得這一組當然還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認為 那個確實在這個被動元件的部分 因為他們是一定是必須的 對不對 那在這個必需品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會覺得能不能買 當然是有機會 事實上可以當成一個 怎麼講 叫做投資組合的一部分 但是你實際上來看的話 會是變成是說 這個他們的股價 因為以國劇的角度 其實這一段時間從400多塊 漲到600多塊 漲到大概快200塊了 那你說他這個 格局上來看 他其實在一路上以來 坦白講比較沒有所謂的暴漲 那就是要一路暴 那這種格局的話就會變成是說 每個投資人 你自己的想法思考 就是說如果你是覺得 你也是喜歡偏波段的 那我覺得當然從中間去找尋 相關的類似的個股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比較追求刺激 追求賺快錢的 那我覺得當然中間也可以找尋一些 更加積極的個股 所以簡單講 就是說把它納為投資組合的一部分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是以波段的角度去思考 以產業的角度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部分倒是沒有問題 那當然就可以搭配 在近期的投資組合裡面 你就可以用一些 比較積極的個股 去多賺一些價差 其實如果是我 面對現在的盤勢 我可能會比較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這個地方 我覺得就是結論就是說 小潔就跟大家講 可以投資 確實可以注意 但是把它當成是投資組合一部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 還是配置一些更積極的個股 大概是這樣的策略 給大家做個參考